这听起来真的是觉得蛮悲哀的 据说其实它的感染率那么低 而且它是有确定的传染途径 真的一般的生活跟我们在一起 是不会怎么样 而且它比感冒的感染率还低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接纳他们 让他们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呢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 这是我们社会需要学习 不过淑美你们有没有一个计划 就是怎么样去宣导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接纳他们 是的 其实艾磁基金会在这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都不放弃任何的一个宣导的机会 我们到学校 我们到社区去做艾滋病的宣导 可是在这几年我深深体会到 其实只靠宣导那个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就发现到 其实宝宝中心有周末寄养家庭 其实我们所谓的周末寄养家庭 就是招募家庭在礼拜六礼拜天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带他回他的家 真的有吗 有 其实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都是外国人 本国人的家庭真的非常非常少 还是非常害怕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式 我们透过宣传 大概两年三年后 才开始陆陆续续有本国人的家庭来应证 那其中一个爸爸 他就我们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来应该是我们本国人第一队的家庭 来应征周末寄养家庭 他说因为看到报纸上说 都是外国人来做周末寄养家庭 那我觉得台湾人不是那么没有爱心 所以他就勇敢的来报名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参与照顾 他把孩子带回家 也带到教会 结果我们就发现到 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过来 他们愿意跟孩子接触 甚至他们会去抱这些孩子 所以我觉得偏见 我觉得是要从深刻的 实际的接触体验 才能够真正去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或者我们只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那个成效老实讲 还是非常有限的 你刚提到体验 我特别想要问一下 现在这些寄养家庭 周末的寄养家庭 大概有几个了 我们目前的周末寄养家庭有六个 六个了 那你是不是也希望招募更多的人来体验 其实这些孩子需要有人 爱心更多的关心 而且根本不需要口拒 你要不要在这边呼吁 其实因为我们的孩子 目前还是不断的在进来 那其实我们通常是 等孩子四个月后 比较稳定了 我们才会开放这个孩子 到周末寄养家庭 所以呢 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 有爱心的周末寄养家庭 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行列 让这些孩子 你不要看他那么小 其实他是需要爱的 那我们也发现 孩子从周末寄养家庭回来的时候 他那个 那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真的 是的 因为孩子一直都在机构 这样的照顾是不足的 他需要家庭的照顾 他需要更多的爱 所以我们也期待 透过这样周末寄养家庭的一个计划 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 能够得到更完整的爱 更照顾 哇 听起来很感动 不过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六个周末寄养家庭里面 到底台湾人有几对 目前台湾人两对 两对 好 这个四跟六跟二 这样的一个比例 不过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爱心的家庭 愿意来收养他们 就是周末的一个寄养 不过你 我是不是可以再请教 因为爱慈基金会真的是很感人 那他们这么努力的工作 到底他们有哪些呼吁 他们需要哪些支持 是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照顾这些小朋友 需要很多的物力 还有财力的投入 其实照顾这些孩子 需要奶粉 需要尿片 需要很多的一些医疗的措施 那我们都有很多小朋友 其实他们刚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健保 因为有很多都是一些状况 还没有办法能够处理到健保的身份 那这样的时候 他的医疗费用 都是必须由爱慈来支付 那照顾这些孩子 是需要24小时 那个8个小时的人力的轮班 那我们里面现在已经有 9个小朋友 在不久将来 我们就会满床 那在满床的时候 其实人力的照顾 需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希望志工吗 对 我们非常期待有更多的志工能够参与 那志工能够做什么呢 其实在喂食的阶段 就需要很多的人力投入 想想看 我们总共有9个小朋友 目前 如果一个小朋友要花 20分钟或半个小时喂食 那9个宝宝要用多少时间 所以那时候如果有多一点人力 能够让孩子在很短时间 都能够喂饱 这样才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志工来参与 还有这些孩子他们需要陪伴 他们在游戏玩耍的时候需要志工的陪伴 所以这个照顾是需要更多的人力 还有物力 还有财力的投入 才能够让我们爱子基金会的运作 能够更顺畅 然后也能够帮助更多像这样的小孩子们 这是淑美很大的期待 我们也让李医师站在董事会的立场来讲一下 你们需要什么支持 我想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方面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疾病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 那避免无谓的恐惧或者是歧视 那我想这是根本的问题 当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 其实就没有所谓照顾问题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他只是生了一个病而已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希望愿意出来做这些事的人 能够做得顺利一点 那这个有赖大家的帮忙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出钱出力 协助这个爱子基金会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确实 小杨你呢 你身为一个护理人员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 到底该不该害怕 然后你有什么期待 我觉得艾滋病并不可怕 反而是艾滋病人会怕一般人 因为一个感冒会让艾滋病的免疫力下降很多 他们可能甚至于遭受到生命的威胁 那我觉得在成人的部分 我们把他身体照顾好 我们希望社会大众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在身体好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他们去应证工作是非常困难 至少他们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 那在宝宝的部分我希望更多人的投入 因为我在那边上过班 所以我知道当我喂完一轮之后 就要喂第二趟了 所以我没有时间可以陪宝宝们玩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力跟资源进来 来帮我们协助照顾这些宝宝 真的他们需要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喂奶的志工 陪伴儿童游戏的志工 甚至他们也需要工作机会 那另外呢奶粉妙片 这个都非常需要 其实最重要的你需要来捐款 来苏美你讲一下 如果说你们愿意来帮助艾滋基金会 那其实可以透过邮政化播 那我们的话播账号是19399480 19399480 那附名就是艾滋 叫艾滋社会福利基金会 那透过这样子能够来帮助艾滋 能够来服务更多需要被关心的 艾滋病的感染者 是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把 这个真的投入艾滋基金会的志工 让他们来分享 告诉大家其实不用害怕 他们的投入是有意义 而且是快乐的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播出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 其实艾滋病在我们台湾 我们需要本国人更多的关注 更多的关心 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艾滋基金会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个月同一个时间再见